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书乐》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天赐的声音 周深跟张绍涵他俩唱的《一路生花》 那么这首歌曲我们从整体上来听 两个人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 其实我之前一直讲过 张绍涵的声音他是极具个性的 如果从歌手单人的声音上来看 张绍涵的声音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歌手的辨识度特别高 但是张绍涵要是跟别人在一起 我之前好像说到过 是极容易对别的歌手产生伤害的一个歌手 但是在这首歌里面 我觉得周深跟张绍涵他两个人的配合 还是非常默契的 因为周深的声音 大家都知道他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 他不是那种特别刺耳的那种声音 就他的声音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比较协和的 他在这个歌曲里面一路都在唱和声 就当两个人重叠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都在唱和声 他的这种和声垫在张绍涵的声音的下面 就显得这两个人的声音的匹配度就比较高 所以说这个歌曲整体的合作的效果来讲 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我们刚才这么讲 并不是说对张绍涵的声音提出质疑 就是我只是分析张绍涵他的这个声音 在一个人独唱中跟其他人的合唱中 他声音的这种特质 因为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 有很多人 他就是不带思考去听你的这个话 所以说我就是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对一个歌手提出声音上的一种特质的分析 我们仅仅是对这个事情的本质进行分析 我们并不在于说要去评价这个歌手好或坏 其实对于流行歌手来讲 很多时候是没有好与坏的 对于张绍涵的这个声音 我个人觉得他在流行歌手里面 是极棒的一种声音 为什么 因为流行演唱最重要的是歌星 是辨识度 所以我们讲张绍涵的声音 就是你闭上眼睛听 一定就是张绍涵 他的声音的那种心特别的实 所以他的声音的这种质感特别强 所以说你别的歌手跟他 两个人声音叠在一起的时候 别的歌手的声音很容易被他的声音 就所盖住 也就是说他声音的这种频率 比一般的歌手都要更突出 所以说这样的歌手 如果你碰到一个另外一个歌手跟他合作 也是声音的频率特别突出的歌手 那么这两个人的频率可能就会相撞 所以我们在音乐的混音 在后期做混音的做mix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做 使乐器跟乐器之间 人声跟乐器之间 或者是人声跟人声之间 使他这个声音的频率变得更协和 所以说你看 这首歌曲里面 周深跟赵上海的合作 其实在声音的频率上 是达到了一种比较协和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说两个人的合作 我觉得就是不是 并不是 就是两个人在演唱中 谁的声音更大 谁唱的更高 而就是好 所以两个人的合作 更需要的是体现出两个人的配合度 哪怕你是衬托的 哪怕你是唱和声 被主旋律压在下面的 衬托出了主旋律的那种美 这才是高手 曾经在节目里面也有 我记得好像在好几期之前的那个节目里面 有网友提出过 说周深经常在合作中 就是他必让其他的歌手 这样的演唱会不会对他产生影响 我觉得不仅不会产生影响 反而更能凸显出 周深在演唱上的一种这种成熟度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对音乐的一种理解 就当两个人在一起唱歌的时候 应该就是这样的形式 应该就是这样的模样 所以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 我说歌手应该去练一练和声 就当你两个歌手在一起 就是一人一句唱完以后 一定是要两个人的声音是要叠到一起的 当两个歌手的声音叠到一起的时候 有和声的效果 音乐就更丰满了 而且有和声的介入 如果说是男歌手或女歌手 就是不同的歌手放在一起 在音区上就可以进行一个互补 如果说你男歌 尤其是男歌手跟女歌手在一起 唱同一个旋律的时候 肯定是有一个人不舒服的 所以说你如果会唱和声 低三四度或者高三四度的这种叠致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声区的不舒服给弥补了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协调 协和 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周深跟张商海 他俩在合作的时候 正是因为这种和声的电路 使这个声音 使这个歌曲的副歌变得特别的舒服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想对这个歌曲的本身来说一说 我觉得这个歌本身写的还是非常好的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这个歌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前面几句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旋律特别的流畅 因为A段的时候主要是以五声音节为主的 里面出现了一个C 但是是一个过渡的 但是呢这个歌曲 我们从它的一个旋律 它是A段跟B段两段结构组成的 它的旋律 如果我们从作曲法上来分析的话 这个歌曲的旋律非常的简约 我们在作曲的时候 我们经常讲 就不要浪费素材 就是乐句跟乐句之间 要找到相互之间的那种关联 这就是作曲逻辑 就是我们讲要学作曲法的原因 因为你没有作曲逻辑 你没有学过作曲吧 写歌可能就会 可能第一句出来会很好听 第二句顺着也行 第三句第四句后面写着写着就写飘了 经常会有这样的 我们在学生里面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因为有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发生这样的 那么学完作曲法以后 它就会让你的逻辑变得更加的严密 更加的缜密 就是说你会用方法去进行一些发展 好 这个旋律我们看 它这个旋律 它一直是在这A段 就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你看第一句是 第二句是 第三句是 第四句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四句的形态 旋律形态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这个旋律的主要的一个导向是什么呢 是 是这样的一个 是这个旋律形一直在A段的四句中 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动机 这四句后面不管怎么发展 都是根据这一句旋律展开 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主导的一个旋律动机在这里面 大家对这个旋律的印象会特别深 所以说A段很容易让大家记住 然后到了B段 B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导的一个旋律因素 就是 好就是这个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 LA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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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每一句里面 都多次出现这个LA MI MI LA SO LA MI MI LA MI MI LA MI MI SO LA MI MI RE MI LA SO LA MI MI LA MI MI SO RE SHI DO LA SO LA MI MI SO LA MI SO LA LA SO LA MI MI LA MI MI SO RE SHI DO LA SO LA MI MI SO LA MI MI RE MI LA SO LA MI MI LA MI MI 你看 SO RE SHI DO LA SO LA MI MI SO LA MI SO LA 就这个LA MI这个两个音你看 LA MI MI LA MI MI一直在像一个链条一样的 这个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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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四句的旋律给贯穿起来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旋律的整体贯穿 这一个旋律因素在这里面非常重要 像这一个 这是一个一环这是一环这是一环这是一环 几个环在中间给你套住 把这个旋律串起来 所以说你听到这个旋律 A段是DOLO MI SO LA 然后B段是LA MI MI 所以这个旋律就特别的舒服 但它素材一点都不浪费 就是根据这样的元素因素展开来的 所以说我讲这个歌 从作曲法上分析 它旋律素材是非常简约的 其实旋律解约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流行歌曲它结构比较短小 一般都是AB两段 最多也就ABC 三段就是G多 所以说你旋律要是素材发展的太多了 大家就会记不住 所以说这里面的旋律解约 就是成为大家可以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当然了 一个旋律你要让大家记住 但同时要写出个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这个歌曲从本身 它的旋律的本身来说 还是写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再加上周深跟张上海 他们俩的这个表现 他们俩的演绎 给这个歌曲增添了很多的精彩的地方 好 那么第三个 我们又讲到了这个歌曲里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尖奏跟尾奏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乐器 叫陶笛 顺便说一下 这个陶笛是一个很古老的乐器了 这种陶制乐器 其实在一两千年前 好像是好几千年前可能都有了 至于现在普遍的流传的陶笛 有些人认为是从意大利来的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古代 也有这种陶制乐器 比如说更古老的 像这个熏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乐器 但是这个陶笛好像是 据现在相关的一些记载 说是来自于西方 但是现在很多 也很难考证 这些乐器几千年前的事情了 但具体的就是这个陶笛跟熏之间 有什么渊源 现在也没有什么证据 那么这个陶笛 相对来说 它的音色比那个熏要 音区要更高一些 更亮 熏就是更低沉 这个陶笛 一般是有六孔的 有十二孔的 六孔的好像大概是能够吹十度的音域 十二孔的能吹到十三度 还有那种就是更宽的 三十二孔的 那可能更专业 可能能达到两个八度以上 专业的人可能还能吹出 那种和声的那样的一些声部来 所以说你别看它 就是一个小小的 那么一个几个孔的乐器 它其实能够表现音乐 还是很丰富的 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在不同的民族 其实这种陶制乐器挺多的 同类 你看我这有一个 这个叫泥蛙屋 你一下回族的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乐器 这个是我在做我的那套 世界儿童音乐博览的时候 曾用到过这个 我当时买了这个 还录了一段 这个东西 音色 你看 就是你吹的时候 还不能太用力 用力就吹不响了 你看用力吹不响 轻轻吹 你看你一用力 它就吹不响了 这个我也不太会吹 反正是这个 要吹好的话 其实应该很有特点的 这一听就是有一种那种 小数民族啊 就是民族的那种特点 特别浓 你看 这个应该是跟陶笛 他们是属于是 同祖宗的吧 应该啊 但是呢 应该是形态啊 跟那个 你看这个是五个孔的 所以说 吹出的音色跟演奏法 应该也都不一样 所以这种陶制乐器 也有很特殊的 这样的一种 音色的那种魅力啊 用在这里面 也给这个歌曲增添了 另外的这样的一种味道 好吧 这首歌曲呢 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 我的歌 我的歌 有你来听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歌 若能唱动你的心 我愿用一声的感情 写下去 我愿用一声的感情 我愿用一声的感情 我愿用一声的感情